Lun Sang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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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講結束之前呢 她告訴我一件事情 國民黨當時候曾經來台灣 爭台灣兵 台湾人先坐日本军呼到南洋 第二个 1945开始 1946世纪 他就来台湾 就争了台湾人 所以客家人原住民 米兰人也有被国民党争气 参加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就是站在国民党打共产党 结果打输了 变成共产党的葫芦 共产党要把他们训练 说你打回去 又去打国民党 一说台湾人为什么拳头 一下子替日本人打 一下子替国民党 一下子共产党打 为什么这么拍名 他后来就想了 他说不可以 因为市民在共产党地位很高 他的老板的老板 邓小平 所以他就告诉头头说 不可以这样子做见台湾人 要爱护台湾人的台湾兵 给他们集合起来训练 如果有一天国民党带台湾 这些台湾兵会帮你吗 所以把那些台湾兵保护起来 这个就是现在还在研究中的 台湾兵在中国 这个事件还有很多人在调查 所以他帮助他 后来看到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批斗 塞龙那个儿子告爸爸 塞龙女儿告妈妈 然后为了土地这样子胎人 他说这怎么是社会主义啊 这怎么是人道关怀啊 这根本是假的 假社会主义争夺权 他看穿了毛泽东的阴谋 所以他就跟他说 我是台湾人 我不能死在中国 我闲在共产党园 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园 我不是共产党园 我不能死在中国 我一定爬回台湾 所以他两年前写了一本书 逃离制射中国 由台交会前卫出版社翻 看过了几首 那一本书就在讲 他怎么样从共产党的情报员身份 别的要别到台湾 那个都可以拍一部电影 所以这边也是很精彩的一段 那么我们就讲到 他回到台湾做了什么 等到他回到台湾以后就发现 1947 228 西瓜巴仁 江湾 他家的土地变成 现在的宋美龄蒋家的行馆 他的奥山 在阳明山的甘马湖 也变成那个行馆 所以他的大家的土地被充公了 然后228死了那么多人 那么有一个人听说 听说有一个台湾狼 做地下情报的 很有脑袋的 很勇敢的人回来 所以很多 将近40个 228没有死掉的年轻人 就去找死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把他干掉 所以他就开始做了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画228的悲愤 成为赤蒋的计划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赤蒋案 其实No.1 就是死民要赤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把自己包装成什么呢 把自己包装成民族的救星 世界的委任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吧 罪大将共 以死死 对不对 那么小费嘛 但是呢 他真正看到的是228的屠杀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 不能只有生气 不能只有万坛 要化为行动 所以他就拟了一个赤蒋计划 然后呢 这个赤蒋计划 他就收集日本的枪 准备要有所行动 这请40几支 台地对 台地草山下的甘马云 阳门山下的那个甘马云 他们甘云 结果被国民党的特务 知道了 就叫挖出来 挖出来等于是这样 行动未开始 刺激已败落 哇 死民就说 我如果没离开台湾 我出家会超假别做 跟我一起的40个兄弟 也会人头断地 所以我一定要逃往台湾 所以接下来呢 他这个 看到了这些事情 你看 他就准备要逃往台湾 那怎么逃往呢 他就到了 逃了两年多 最后落到基隆 台湾的金城 从古代就很多钱 这很好吃 又可以吃有春 又可以买 买去日本 所以你看看 我找到了这个 基隆港这种船 就是在 五岸的金城 对这艘船 这艘船呢 这个叫做天山丸 天山丸 那么死民为了想要逃往啊 就去买通那个 拌金城的港头 给他买一件 没有说多少钱 违装啊 扛了那个香蕉这样 扛了三个多月 那个码头警察都没给他 看不出来 把他当作真的是香蕉空 就在那一年的五月 就卧底跑出去 所以他最后是靠着这个 违装成交工逃到日本 当然啦 从日本香蕉一泄船一空 就清仓 清仓他就被发现 所以被警察抓出来 你是谁从哪里来做什么 他先骗 骗来骗去骗不过 说哎呀没有啦 我不是坏人 我也没有杀人 也没有换回 也没有做什么事 我是看到蒋介石 欺负台湾人 所以我拟了一个赤蒋计划 所以我是在政治逃亡 那个日本警察局的局长说 你像刘兰汉像乞丐 怎么像个革命英雄 你骗我骗 所以他就在日本的笼子里 吃免费的换 可是这个时候来 这个船的船长已经开回了基隆 而且去建了国民党的警备总部 说有一个人偷渡坐我的船 在日本被关在警察局 所以国民党警备总部 马上发布国际通缉令 送到日本外交部 外交部转送这个港口的局长那里 局长一看 有一个人坐船 为了这样逃到这里 那个人是国民党 叫做台湾叛乱第一势力 那这个文医上跟我讲的是事实 所以那个局长就拿了那一张通缉令去见死民说 すみません 对不起 你讲的是事实 我们误会了 你可以自由 所以这个死民还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说他一定会被送回 送回一定会是严搞严打酷刑 不招也不行 所以他讲好 他的衣服 这个衣服的外套 这个衣服的衣服 唱一支刮胡刀 所有做情报人 在关键时候 一定要自我了断 如果不是吞 油了 就是要刮 他说他只要下了基隆港 他就会把这个刮胡刀 当场 所以他告诉我 这个就是剃刀边缘的一线生机 所以有人听到苏老师在说一说 这每一步都可以打电而已 你敢玩吗 不然打破一下就好了 我们就没犯了 打孙明的故事 这就是台湾英雄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国民党在台湾做的228的好事 我收入了很多证据 包括我画的陈真坡之史 包括这个绿岛 我去绿岛拍录了这些刑球的图片 多收入在这里 所以这个故事 说到这里 他的穷度就是说 这个 我们要跳过来 现在说得更快 第五中 说他的 你时跟没时 得到政治庇护 他怎么生活 所以得到政治庇护以后 他开始要养活自己 他一说我怎么养活自己 我如果去买麵 我如果买那个 这个锅烧麵 买日本人 保守时也输人 我可以来买大路面 我可以来包水轿 我可以来插倒菜 我来插台湾 他算准了 从华北撤队的日本人 有百万大军 成为他的顾客 诶 那有什么 他说有啊 我载一台车 四点 六条椅子 在那个火车站的摔平 像台湾万家的车站摔平 开门 六条椅子摔不够 还有那个垃圾 又拿来打 说全开门 就摔队了 所以他借了四十万的日币 做创业基金 后来不仅还完 还赚了五百万买土地 还赚了八百万盖大楼 前后八年之间 成为一个日本第一个卖水轿 卖大路面的台湾 我以赛 所以呢 你看到照片在这里 我讲故事一定要有土伪证 这就是他在买名 所以他成为经济独立的阿哥 所以台湾很多反对分子 台独分子 去到日本都要去找他身手 这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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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伟欣 陈菊的老板 陈菊的老板 他还告诉我他这个火站楼啊 一二三楼是营业场所 四楼是他的住家 还有他写历史的地方 五楼是客房 客房他告诉我这一间 小小那一间 两个榻榻米 我告诉你 石明德带他的女朋友在这里睡了三个月 他跟他说 他说哪一个女朋友 姓李的啦 所以在访问当中 他就数落很多 台湾的这一号二号 反对分子 睡在哪里 跟他要了多少钱 他说做家庭 要自己贪钱 做运动 怎么可以跟他存钱 你拿党的钱 听党的 你拿财团的钱 听财团的 你的脖子左转右转 不是你自己的 我以上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以上一生 为什么要从政治经济系起家 先求经济独立 再求政治改革 所以暗时是 你是暴水轎 暗时在设立宿 这个 前医院跟访问 访问 有一句对话很有趣 我有设立宿 前医院问说 喂 先生 你确实在 暴水轎 在栃肉 暴水轎的时候 你拿菜团在栃肉的时候 你都在想什么 喂 先生说 我拿菜团在栃肉 我都这样 讲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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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这段文字 好生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战后的日本 然后他盖了大楼 然后他的店 新丁米中华料理 这是今年 他为了要招待我 所以他穿了这个 厨师的衣服 然后煮了这一碗 这碗就顶顶有名 史名 欧义桑 大鲁面 哦 有够好吃的 他说 跟政府煮的 有时候 没人 炒多少 炒三十八 这样对 你口味好 说你如果知道 因为我 就是堵鸡的 我爸爸就是堵鸡塞 我真知道 欧义桑 煮米的堵鸡 说 欧义桑你那边煮 他说我小时候 跟爸爸妈妈吃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 吃了 又去嫂妻跟阿嬤睡作为 阿嬤又叫我吃 要吃清丸 烧菜烧汤 那个清丸 那个导博导入都阿嬤 借他就作为作 所以就是阿嬤 盖他用导入做导博 所以他现在 可以做 买米救台湾 这个就是 非常难得的生命史 所以呢 我要归纳他的冲突是什么 挑战战略 这一点特别注意 就是日本譬如后 他有一个女朋友 日本的女朋友 看他赚金了 日本将于五亿的财产 这个女朋友 看到他最贪的钱 都嫁到台湾 在背影 什么运动 宣传 什么环动 结果是跟他塞尤娜娜 所以从这个 女朋友跟他塞尤娜娜 以后到今天 他是决然一生 这样一个 施加大长寿 决然一生 请不吝点赞尾 请不吝点赞尾